新北市三支区恒山国小四周梯田环绕 也是脚白笋主要的产地 学校特色课程脚白笋壳造纸创意 每年都会展出许多精彩的作品 而今年为了庆祝创校60周年校庆 恒山国小在淡水壳牌仓库举办手工纸作品展 展期直到4月20号 想要一睹孩子的精彩创意可要好好把握 新北市三支区恒山国小四周梯田环绕 也是脚白笋主要的产地 而学校特色课程脚白笋壳造纸创意 每年展出许多的精彩作品 而今年为了要庆祝学校60周年校庆 恒山国小于淡水区壳牌仓库 举办只要恒山别有洞天手工纸作品展 展出校定手工纸课程 学生创作的各项的纸意作品 做纸的过程当中 所以今天所谓的这种脚白笋壳 其实那时候的熊小红校长 国际会员会用纸 而且那时候把脚白笋引进来 因为脚白笋的壳 就是我们农民他们吃剩下来的壳 而且它是一个物产 它是一个民产 而且不能理人 校长表示 每年到了10月至11月 学校老师就会来到附近的农家 收集不要的胶白笋壳 带回学校指导学生制作纸浆 将废弃的农业垃圾 循环再利用 融入学校的特色课程当中 加入美术元素 成为精美的艺术品 而这一次展览总共分成五大展区 有六年级学生创作的山海经系列 学生从上古神兽的发想进行平面创作 最后再运用菊陶塑造成立体的作品 可说是相当精彩 我用了一个寒假的诗 编刁雕刻了那两幅画 我在寒假的体验中 我用比到一个一个的慢慢雕刻 然后分析要聚金会神的专注在雕刻上面 画面中的红菇粿手卷冰淇淋 大福小笼包等栩栩如生的美食 让现场观看的民众可说是垂涎三尺 但是这些都是由焦白笋壳 只将所创作而成 学生从创作包装周边商品到作品展览 完全都是由小朋友自发完成 指导老师何玉梅表示 展览地点特意选在淡水区 是希望可以给孩子一个正式的展出空间 带领孩子跨出去 让小朋友们有一个更宽阔的舞台 展现自信 而展期只到4月20号 想要一睹孩子的精彩创作 可要好好把握 记得学生人淡水采访报导 戏 1 2 4 2 3 4